美国直篮NBA胡人队训练营展开 三小时矜持的训练内容 每个球员都气喘如牛 今年刚披上胡人队战袍的台裔球员林舒豪 来回跑跑跳跳累不累啊 开训首日重视防守和球员体能的 胡人队总教练史考特 让球员们练习折返跑 不少球员大喊吃不消 林舒豪也说开训前就做好了 可能会很辛苦的心理准备 股仁队季前训练营一连进行资训练营 每天早晚两个时段为即将到来的季前赛暖身 林舒豪在胡人将展开他生涯的第五个球季 也是他年薪最高的一季 他的目标除了要帮助胡人打进季后赛 也要替自己争取下一份合约 中央设计者吴邪昌 洛杉矶报道